郭文貴議員 我覺得當前兩岸關係已經進入準戰爭的狀態 也就是戰爭邊緣了 另外一句話就是準戰爭的狀態 因為剛剛也提到嘛 現在後備軍人體制開始動員 然後改變訓練的方式 表示國防部已經認識到情況的嚴重 兩岸軍備競賽 這兩天美國通過的三項武器 收台武器520億台幣 我做了一個小的統計 在陳總統八年任內 我們向美國採購武器 110億美元 3300億台幣 馬總統八年任內 向美國採購軍購 翻了一番 加倍205億美元 那就是6000多億台幣 小英四年任內 四年四個月 150億美元 我們的對美軍購一直在倍翻 那麼 蔡總統這四年四個月任內 一百五十億美元 還不含F16的那個提升性能的 一千四百億台幣 再把那個加進去 小英在四年加四個月 就用掉了六千億台幣 各位 我們八年八千億是前瞻計畫 一年一千億 我們軍購台灣這樣 我要特別糾正剛剛王理事長的說法 強兵不一定復國 北韓 天天強兵 他國多麼的窮啊 我覺得我們台灣假如跟兩岸 繼續進行這個軍備競賽的話 我們經濟會被拖垮 在從陳總統到現在 我們姑且不論我們軍事預算的 其用的其他的訓練啊 教育啊 或者其他 我們光在對美採購軍 對美採購軍 軍備已經用掉了 1.53兆億台幣 從陳總統以來喔 各位知道 再好的武器過了十年二十年 就成廢鐵啦 我們陳總統 從陳總統以來已經花了1.53兆台幣 假如我們這裡面一半用在 譬如說教育 我們現在台灣可以辦幾個 世界級先進的大學出來 所以特別跟 第一點跟報告 就是說現在形勢是非常嚴峻的 那麼看到這個民意坦白說 我覺得非常的擔心 因為現在的政策 我覺得是 最糟糕的政策 我們現在的兩岸政策 是最糟糕的政策 可是問題是 老百姓支持 老百姓支持 老百姓支持我們 最糟糕的政策 而且是 態度非常的矛盾 剛剛內閣 記者提的非常的對 老百姓態度非常的矛盾 先看現在 民意反映的是什麼心態 第一個 我們中國大陸對我們是有領土的野心的 幾十年從未變過 它是我們國安風險 是高度風險的 那國人應該具備一些風險意識 這是正常人的 可是看這個民調看起來 我們根本沒有國安意識 我們不覺得兩岸會開戰 那個 這個民意根本不覺得兩岸有可能戰爭 那麼這或者是 就是說 民意說這個 願意保護台灣 為台灣而戰了77.6% 肯定是假的 肯定是假的 各位隨便去接觸一下 我們年輕的時候 那時候解放軍還很弱 現在他比以前強大很多 我們有76 77的 百分之77的人 願意出來戰爭嗎 即使40年前 30年前 不要說今天 那因此這個民意為什麼會這樣 也許跟我們先問兩題 美國有關 你說美國跟我們並肩作戰 年輕人膽子就大了嘛 可是在1950年韓戰開戰 美國都不願意跟打中共 中共那時候剛剛建國 軍力多麼的弱 美國為了不要去進攻 中國大陸還換掉麥克阿斯將軍 那是70年前 麥克阿斯將軍說 我們要把戰爭打到中國東北 這樣才可以消除他的真正對北韓的支持 那美國總統說不行 把他撤換掉 70年前 美國為了韓國半島比台灣 你們說地緣政治哪個更重要啊 人口誰更多啊 70年前美國都不願意幫助韓國 不不願意去打老共 70年以後會幫我們來打老共 現在老共跟70年前強多少啊 因此就第一個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應該有風險的意識 可是民意顯示 我們根本沒有風險的意識 令人擔心 第二個 兩岸應該求同存異嘛 我們應該看看有什麼方法我們可以做 使得兩岸回歸正常 回歸和平 可是民意表示 我們全部怪對方 民意說對方有責任啊 對方的錯啊 各位看到沒有 兩岸是誰的政 全部是對方啊 完全符合我們的政府的說法 我們罵中共罵了70年 我們可以繼續罵70年 可以改變現狀嗎 我們完全不會自我反省 我們有什麼可以做的 使得對方兩岸 使得台海可以回歸和平 我們完全不做此之想啦 責任全部是你 搞今天我們是比對方強大20倍 把責任全部怪在對方也可以嘛 我們現在完全不會 上次了自我反省的機制 第二個令人擔心的地方 第三個 坦白說 現在沒有人願意跟全球 第二大經濟體打仗 沒有這種國家啦 第一 老大不會主動去打老二的 不會為別人去打老二的 沒這種事啦 可是看民意 我們完全是白吃午餐嘛 美國會來 就好像 川普除了美國以外 在所有國家支持川普的民意 大概兩成左右 多數都十幾成 了解二十幾 在台灣 43%的民眾支持川普一樣 我們的民意是非常特殊的 也許長期 長期這個不正常的狀態 孤立或者怎麼樣 現在美國突然對我們好了 就忘掉過去他對我們多麼不好 根本不正是 川普對其他盟方 怎麼樣做的承諾 他對北約現在怎麼樣承諾啊 完全推出承諾耶 你說美國要來是增加對我們的 防衛的承諾嘛 可是國際上 川普一直是退縮 不做承諾耶 對北約這樣 對日本這樣 對南亞這樣 唯一對我們好 我們非常的高興 忘掉人家為什麼要對你好啊 非常令人擔心這第三點 白吃午餐 第四點 兩岸應該是制度之爭 民心之爭 制度之爭 我們民主的優勢 我們應該倒向就民主普世價值的這個 哪一方有更高的這個 這個道德基礎之上 可是我們現在政策是把對方倒向 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戰場 就是什麼 民族主義的戰場 我們一直把對方倒向民族主義 兩岸民族主義對決 各位說台灣有什麼勝算 假如說民族主義對決的話 我們要走到民族主義對決 可是我們政府不一直把它推向民族主義對決上面 難怪壓力那麼大 令人擔心 第五個令人擔心的地方是 我們應該展現 因此展現制度自信 民族開放 可是現在政策是我們一直關閉大門 小民不讓他回來 路深不讓他來 路克不讓他來 還好現在有新冠狀疫情 假如沒有新冠狀疫情的話 我們政府不知道該怎麼樣合理化 我們都不讓人家來耶 你不就自度自信嗎 民主開放嗎 現狀非常讓人擔心 這是就是說 這現在的民意出現 讓我擔心的地方了 那麼可是民意 第一 矛盾之處在哪裡 一方面 認同現在我們這非常糟糕的政策 二方面民意其實是希望政府做重大的調整 這是矛盾的地方 為什麼 第一 百分之九十點四的人希望兩岸和平 我們政府應該去做呀 政府應該是尊重這民意去發展兩岸和平 兩岸為什麼今天這麼不和平呢 政府要傾聽民意 我覺得第一點 這個民意要告訴政府的就是說 其實老百姓支持對抗政策只有2.6% 可是我們政府的政策就是抗中保台嘛 對抗嘛 那麼老百姓真正支持政府的政策只有2.6% 可是他支持民意想政策40% 你看就矛盾沒有 可是民意想政策是抗中保台啊 看到沒有 其實老百姓並不是支持民進黨的政策 他是認為中國大陸對我們太不好了 在這個情況之下 民意想是不是可以保護台灣的本體性 可是他完全不是支持政府的抗中保台的政策 這個2.6% 因為政府應該馬上改變他的抗中保台的政策 第一點跟各位報告了 就是說民意是高度支持贊成和平的 可是政府現在政策是對抗 是違反民意的 第二點 老百姓當然希望是維持現狀 台灣都希望維持現狀 這裡民意56.5% 可是現在現狀是不存在的嘛 大家都要改變現狀 美國要改變現狀 大陸當然要改變現狀 我們自己也先改變現狀 現在的現狀跟馬總統的現狀怎麼會一樣呢 那就是我們也改變了現狀嘛 大家都不想維持現狀 這跟民意是不相合的 民意希望我們政府趕快維持現狀 什麼叫維持現狀 現狀就和平嘛 你要回到兩岸的和平嘛 現狀就是台灣在國際上 中華民國在國際上主權要有更多更多的尊重嘛 我們現在不受人家尊重嘛 現狀就是說台灣經濟要能夠發展嘛 我們現在經濟沒辦法發展嘛 東亞一起馬上簽署這些經貿協議 我們都沒有辦法參加嘛 從此我想第二個民意要告訴我們的 就是說告訴政府的是 兩岸其實是要維持現狀 現狀就是制度自爭 你維持你的制度 我維持了我的制度 就制度自爭 回到制度自爭 不要走到民主主義的戰爭 那個是對我們毫無審算的 第三個民意 我覺得是剛剛說民意要求維持現狀的 維持和平的90.4% 現在我們兩岸只有升溫的機制 沒有降溫的機制 我們政府只有升溫的機制 一天要責怪對方 然後斷這個斷那個 這個族群文化的關係把它斷掉去中國化 族群的關係斷掉 政治上當然斷掉 我們只有升溫的機制 沒有降溫的機制 政府應該馬上想辦法 你覺得人家的辦法 所謂九二公司不好 這也可以嘛 你趕快找到你自己的辦法嘛 那執政哪裏只能一天到 批評人家的辦法不好 你拿出你的辦法嘛 找到一個降溫的機制 不要一天到 批評反對黨 反對黨現在不是執政黨 你是執政黨 第四個民意告訴我們的事 就是說要展現制度的自信 我們是民主制度開放社會嘛 哪會一天到晚關閉這關閉那 自己人也不敢讓他回來 路客當然不敢讓他過來 民意81.4%的民意是戰爭交流的 請我們的政府要展現制度自信 進行兩岸交流 謝謝 謝謝